在今天答复朋友的问题之前 先是一个公告 那就是我们每一周的共修聚会 是在两个Zoom的聊天室里面同时进行的 其中的一个聊天室已经到达了100人了 到目前我们这个Zoom的最高容量是 一个会议室可以容纳100人 所以如果有达到100人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新的人要进到同一个聊天室 他进不来的 那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我会鼓励 如果你晓得另外一个聊天室 那第二个聊天室的话 你可以移到那个地方去 也就是说 我们尽量能够确保 两个聊天室里面不要有任何一个是 达到100个人 如果达到100个人的话 如果有其他人要进来 就进不来了 好 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告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先 看一看朋友们所寄来的一些问题 主老师您好 最近几个月来 我应该做的 应该处理的事情都正常的去做 正常的去处理 其余的 与日常生活中的 人事物以及各种的境界 都感觉到 没有什么牵连 而且这与我也感觉到逐渐的在脱离了关系 觉得 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 任何的事情都与我无关 感觉到非常的轻松和自在 心里也很宁静 可是就在昨天 邻居因疫情风控回不了家 就把他家里一只小狗委托我给喂养几天 天冷我就把他放到屋里 当第二天早上我一看到拉了一地的食尿 满屋子都是臭味 怎么这样祸害人 立刻就生气了 我发现自己生气了 然后又跟自己生气 怎么这么没修行 因这一点小事情 你会发火生气 而且这个动作来的还特别快 请教主老师 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状态出现 我的功夫差在哪 OK 好的 首先在我们的修行上面有一个心态 应该要改变的 那就是你为什么会对你自己生气 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来自于你把修行当作是 一个让自我变得越来越好 变得越来越强的这样一个功夫 如果是用英文的表达法 你把修行当作是一种self-improvement 把它当作是一个自我改良的 这样一个功夫 当然修行它可能有一个部分 它是跟所谓的自我改良是有关 但它最终 它是在超越自我认同的 也就是说 你遇到了眼前的这样子的事情 你的重心并不是在于说 有没有这种实际上无伤大雅的生气 你的重点是放在说 你有多大的程度在认同着 那个身心的现象 如果你的修行一直停留在 认同着自己的身心现象 首先你会发现到 那个身心现象它的改良 它的进步是有限的 你不管怎么样修行 好比说你不管怎么样修身 那个身体 它的锻炼到了一个极限 接下来是递减效应 甚至身体的大部分 都是超过你的管控的范围 都不是你能够控制 能够让它达到符合你的意志 这样的情形 然后你的心理世界 也是这个样子的 有一部分的那个心理世界 它直接会跟你的认同感消除 而受影响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心理 的境界 都会跟你的自我感的减弱消除 有关联 所以呢 我有看到过 就是在修行上面 它有很高成就的 所谓的高的成就 就是它的内在的苦魄 已经是若有若无 甚至是没有 但是它仍然会有习惯性上面的 跟境界的一些互动的方法 这个互动的方法呢 在有的时候 它看起来好像是在生气 但实际上 它的这个生气的现象 并不造成内在的推比 如果见到过几位阿江 他在遇到 该呵斥的情形的时候 他们表露出来的 一般 以一般的人标准来讲 那算是一种生气 但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表述 他的内在 是没有感到有推比感的 那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你这边你所讲述的这个生气 你是没有感到内在的推比的 我要表达的重点 是在于 佛法他的那个称心 的那个称 一般的人太去在意 说他是不是在生气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上面出现 佛法的那个称 你更应该要留意到的 是他怎么样压缩了你内在的空间 然后造成了一种苦 如果你在跟 譬如说包括自己的小孩 的互动上面 你内在的空间是没有被压缩的 你是像扮演角色一样的 表露出某一种气质来 这种气质 别人认为说你在生气 你的语气变得严厉了 那那是无可厚非的 那不应该是禅修 需要最关注的问题 然后你会发现到你自己生气 然后又跟自己生气 这个然后又跟自己生气 当下可以放下来 你却没有放下 你如果在第一时间之内 发现到所谓自己生气了 然后你有做到所谓的原因 你看到有生气的现象 但这个里面没有参与者 你会认真的这样做的话 你会发现到 那个生气 它的燃料无以为继 它是后继无力的 但是你如果你 发现了生气的现象 你又在跟你自己生气 那表示说 你把修行认之为 是一个在改善自我 是把你这个自我感 调成越来越强 越来越符合你的期望 的那个状况 那这样的这个修行 它几乎它是注定 一定会一直一直让你失望 OK 好 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 老师 老师又有一个问题 有些困惑 人的妄想总是以自己熟悉的方式呈现 比如 因为我从小运用的语言是中文 所以脑袋里的好多念头是以中文的形式出现的 比如想到一件事情 别人欠我钱 这五个字和所带指的状况 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只能想这几个字 别人欠我钱 来提醒自己这件事 如果没有语言 文字 那么 那是否人会减少妄想 不大好意思 一周内问老师这么多问题 占用别的朋友提问时间 如果时间有些问题多 OK好 没有关系的 你不用在意你问的问题的多寡 我自己会判断 哪些问题我会搁置 哪些问题是值得讨论 值得讨论问题 它是可以一问再问的 首先 这边的最关键的问题 并不是语言文字的使用 因为没有语言文字的话 我们要遭遇到的困难 跟问题可能会更多 假如人类不使用语言文字的话 我们可能会要遭遇到 更多的困难 更多的麻烦 更多的困惑 所以问题不在语言文字 问题是在于 那个语言文字 它背后的推逼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般的人 他起心动念 跟他讲话 他的背后是有极大的 急躁 狂妄 不安 有无聊 好 这里面有 散乱 等等 如果你后面的这个力量 它不存在 那么你就算是讲话 你的讲话 或者你的想事情 也不会是妄想的 也都会是善选的 如果你的后面 的那些推逼的力量存在 就算你不讲话 就算你不起念头 那么你仍然是处在 一个那个贪的迎头 没有断除 没有减弱的状态 所以问题关键 不是在于语言文字 而是在背后 那驱动语言文字的散乱 好 然后话虽如此 佛法里面 有一个 地位特别重要的 禅定的方法 那个就是超越寻思 超越内在语言的 修行的方法 这是一个 特别殊胜的 禅修的方法 如果你能够 透过我们过去 所建议的方法 让你自己 能够做到 该想事情的时候 如果是善寻的时候 你可以清晰的 简洁恶药的想 简洁恶药的表达 不需要想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完全停止 内在念头 他的疲劳轰炸 你能够享受 内在的宁静 这是一个特别棒的功夫 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当中 遇到那些看起来 特别的棘手的 特别令人困扰的问题 你若你是处在无念当中 你就会发现到原来 那个看起来那么严重的问题 都只是 你的想象 它是透过你的想象力的扩大 它是透过你内在喋喋不休 你内在有一个很不安的一个自我 它不断在蛊惑 它不断在催眠你 在使得你的焦虑在增高 然后如果你能够练习 不要想事情 我的所谓不要想事情 并不是要你说盲目的追求一个 无念 无忌 一个忠性的 这样一个混沌鱼痴的状态 我并不是在建议这个 我讲的就如同过去 在很多场合有讨论过的 我这边所谓的无念的那个方法是 如理作义的 无念 那是具备政治真理 那是有方向感的 那是有意义感的 那是人人在执行着 一个向解脱功课的无念 就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一边在练习着无念 你一边 在留意着 那个你如何 摆脱开对念头的贪 那个念头 建构起来世界 你对他的贪婪 你不断要入戏的那个冲动 你在无念当中 你不是只是傻傻的无念 你是有针对性的在剔除掉 在纠正你过去的这一个惯性 这个 喜欢专进念头制造出来的世界 这种贪 这种贪具体呈现的方法 你若你是这样的锻炼无念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棒的 禅修技巧 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 您经常用 不死之心比喻涅槃 出国是不是日常生活 已经念注于一定解析度的涅槃 但这个涅槃后面 还有一个解析度更高 纯粹的涅槃 便离当前涅槃 把当前涅槃里细微的动作放下 后面的更纯粹的涅槃成为前景 就进入下一个果位 直到把涅槃放下体正四国 OK 出国的涅槃跟四国的涅槃 它的差异 然后出国跟四国 它跟涅槃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改变 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形容 我姑且用以下的这个角度来形容 过去我经常对于阿比达摩 他所讲的内容是有反省跟批评 那我要讲并不是说阿比达摩 他一无是处 但是阿比达摩他在 讲述涅槃的部分 我阅读起来 在我的主观里面 我是感觉到特别的陌生 他把涅槃形容为是一种元素 他把那个正德出国的状况是 你接触到了这个涅槃的元素 你就正德出国 那不是我理解的涅槃的 我理解的涅槃是 就像是 那个森林传承里面的那些 高成就的老师们所讲 那涅槃是你的心 涅槃跟那个 已经没有贪嗔痴的那个心 它是等同无异 它不是另外外面的一个境界 另外一个元素 它就是心 这样子讲可能还是很抽象 我们姑且再用以下的这样的 解释方法 没有正德出国的 你就是所谓的凡夫 你说在他整个的经验里面 哪一样东西是最真切的 最真切的 大概是自我吧 自我感最真切吧 对不对 对一个凡夫而言 自我感是比起任何一切都要更真切的 所以 为了自我 他可以牺牲一切 他可以譬如说 为了要维护自尊 他去违背 社会对他期许的道德 行为的规范 他可以 为了要自私自利 为了保护那感觉最真切的自我 他可以去牺牲别人 他会去伤害别人 所以对于一个凡夫而言 对于一个正德出国之前的人 他的所有经验里面最真切的就是那个自我感 那么正德出国 或者是说也体验到了涅槃 最真切的是什么 最真切的就是那个 以涅槃的心 那是最真切 他真切到什么样的地步 他真切就像是 你过往 你感受到自我是如此的真 你这个自我 真的是存在的 你对这个是一点都不怀疑的 然后那个涅槃的真切是比起 那个你过去 感觉到那个自我真切 还要更加真切 因为你那个自我 他还是 你在碎死的状况当中 他可以是不见了 然后你的那个自我感 在稍微清醒的状况当中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活动 他是一个动态 他是一个不稳定的 但是涅槃 他的真切 跟自我的真切 他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那就是那感觉是 离你最近的地方 如果有人问你说 你的自我在哪 你说这是一很奇怪的问题 因为自我就是自我 自我就是跟你一点都没有距离的 涅槃的感觉也是如此的 涅槃是一个 你的心他在本位 他不需要寻觅 他不需要跟境界发生关系 他不用透过贪的力量 去寻觅 去找寻 去要求乐 要去依靠 要去抓 什么样的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 再贴近你 你就是那个涅槃 所以印度教 他们讲 最高的解脱叫真我 那个真我 他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一些后代的佛教徒 他批评印度教的这个真我 这是另当别论的 这是题外话 但很多时候 他所批评的 跟我们这边所讲的 那个欺辱点是不一样的 好 然后我们再回到你的问题来 涅槃 就是那个 在贴近你不过的 你发现到 所谓的平安 所谓的那种 宝足 那个不欠缺 那种完整 那种极灭 的那个状态 它是一个 不是透过你的动作 而获得 而是 那是你的心的本质 它是这个样子 当你认知 知道了这一点 当这个的真确 真切 取代了你过去的自我感 真确 真切 它的结果 就是你的我值 会越来越脱落 你会越来越发现到 自我感 它的虚幻 它的造作 它的架构性 你会越来越不愿意 跟自我感 唯吾 然后这个过程呢 会有可能 你有一些习惯性 过去的习性 它在不察觉的状况之下 它会稀薄的跑出来 但是这种稀薄的跑出来 有证得出国的人 这些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那些还残存的习惯性 还残存的烦恼 它是如此的稀薄 如此的薄弱 对它而言 它可以四两拨千斤 要去化解 去超越 这些剩余的问题 所以出国到四国 它的改变 可以说是 越来越大程度 对于涅槃的归顺 最终 你会做到 异世的死亡 这样子的一个底部 这个所谓的异世的死亡 就是 我姑且这样子形容 海面上面有一些浮沫 有些泡沫 然后这个泡沫呢 它看起来像一个人形一样的 然后你坚持说 这是自我 这是我 所以呢 你不断去调拨 你不断维持这些泡沫 然后维持这个人形 但是那些泡沫不听你的话 它生生灭灭 它的那个形状不断的 刹那变异 但是你很努力的 你精心的要维护着 那个界限 那个大致的那个人形 意识的功能也是这个样子的 你以为你是一个人 你以为你是这一系列的自我 所以你不断在耗力 你不断在耗力 在做这个人 但是 从出国到四国 那个过程 它是这一种意识 它是越来越趋向死亡 所以在一个程度上 阿罗汉它是 有点像活死人一样的 听起来 这个表达可能不一定好 很多人想到活死人 可能想到僵尸了 我的意思并不是那样子 而是意识的瓦解掉 你不是人 你不是这一系列 这一个系统 那个有形貌的 有被定位的 然后这个过程 它是越来越威顺 最终死亡的是意识 不是你 不是心 OK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最后一位 记性来问问题的 请问老师 杂阿罕经 第三四七经 虚生经 其中说会解脱 可以无出禅 这应该是早期的经 中部二十五经 八成经中说 出禅能漏尽 这应该是 中期后期的经典吧 这两经的观点 是否矛盾如何理解 OK好的 这是比较学术性一点的问题 但是这学术性当中 有一些 对禅修者有用的资讯 所以我是觉得 还是可以讨论 原本我想说很简短的 在信上面回复你这个问题 但是我是觉得 还是可以再多讨论一点 首先 虚生经 它不是早期的经 它是相对于完的经 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你如果你去比较 不同布派 它所流传的虚生经 它的姐妹经 你会发现它的内容 不只不一样 而且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 所以举例来讲 巴利藏南传的虚生经 它没有讲会解脱 可以无除禅的 它所谓的会解脱的意思是说 你可能只具备 那个四禅八定里面 其中某一个定 你没有完整的具备 所以也就是说虚生经 这部经 它的内容 是有出入的 在姐妹经之间 它是有出入 我们从这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这是布派 比较后来流传出来的 意思说 中部里面 它所讲 出入才能漏进 或者是其他的经典 里面讲到说 你又要达到漏进 你一定要需要 某一种的禅 这反而是早说 这是比较早说的 但是话虽如此 还有更早的 还有更早的 你之所以 你会一直问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 我们在过去 我们在讨论缠纳的 这个话题 还有一些关键的观念 你还没有完全的 明白的 我不是要批评你 而是这个观念 它本来就是不容易理解的 最古老的佛经 所谓的早中之早的佛经 它没有这种什么 你 到底要第几禅 你才能够漏进 会解脱 是不是没有出禅 修行可不可以没有出禅 它不是这样子的 禅纳 它是一个很open-ended的观念 它是一个很广博的 它是一个很有容纳性 很动态 很有机的 这样一个观念 再一次的 我再重复一次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 早中之早经典里面 缠纳这个观念 它是一个 你在离遇 你在断除贪的过程 你可以没有匮乏 你是可以很幸福饱足 在幸福饱足的这种生活 心境 这样的状态 这样的模式里面 你乐于离遇 你乐于断贪 一般人断贪离遇 他想到的是 我要怎么样剥夺 我自己乐趣 乐趣在让我执着 然后你要断贪 那就是怎么样 就是让自己苦哈哈的 所以 佛陀之前 虽然有所谓的外道 他们透过修苦行 来对治贪 他们也认识到贪是苦 苦的源头 但是他不像佛陀 提倡忠道的观念 有一种是 你能够在不否定 合适的快乐 合适的舒适 的状态当中 然后来断贪 那是禅那原本的意思 是这个样子的 演变到了后来 这个禅那观念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专业化 他变成了 还有除二三四禅的 这个分类 然后他慢慢演变 成为有一种 特殊的观念 那就是说 这不同阶位 禅那 他是配合着具体的 身心的某一些症状 所以到了后代 修学禅那的 他的重心 往往是放在 他要怎么样去复制 那些特殊的身心状况 到了最后起 到了像 清静道路的年代 这样的倾向 是更夸张的 更严重 更极端的 所以那个时候定义禅那的 最重要的准则 已经变成说 你有没有具备禅相 你有没有体验到像光点 你的这个专注力 排他性排他到什么地步 有没有排他到 让你的根门都不起作用 眼睛看不到东西 耳朵听不见声音 后来演变到这样子 这个是最脱离开原始的 禅那意义的发展 原本那个佛教的 那个禅那 他没有什么 你有没有 禅那这样子的问题的 如果 你是一个有 正确的观念 在过着一个健康幸福 如法的 出家出世的生活的人 你的心情 是充满斗志的 是充满发喜的 是有幸福感 是有意义感的 你的身体 是少张 因为你没有背负着 那个推逼 那些焦虑 所以它是宽坦 它是放松的 然后你让这样的 生活状态 高度的稳定化 在这种高度的稳定 的生活当中 你密集的 继续在参就着 我们所讲的 最重要的功夫 这个功夫可以用 很多不同的角度讲 其中一个角度讲 就是你如何断除掉 内心的 腿皮的力量 也就是断贪的意思 那就叫做禅那 所以早中之早 经典里面 你也讲到说 中日中夜 沉浸在禅那当中 那意思不是说 中日中夜 你盘着腿 你注意力 盯在鼻头上 如果你的修行 是这个样子 你几乎是一定要 出状况 很多后代南传 佛教的禅修者 他们因为 受到这些后代的 论点的影响 所以他的修行的模式 是这个样子 他们特别的强调 腿弓 你要能够 坐几个小时 能够注意力 一直盯在鼻端上面 不要偏你 你说好几个小时 你注意力一直盯在你的鼻端 不便宜 那是一个不自然 造作 而且会很容易产生副作用的 修行方法 而且那样的修行方法 跟佛法的离遇 离贪 有什么关联 OK好 这些是朋友们所寄来的问题 至于在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心得 主老师好 你好 然后上周呢 我就是外面的 地盘和 罗坎琥珀 所以土地 有很加新权 但是他先是 做那个 地图16的测试 然后更容易往 其实和面的方向 然后感觉 这个苦面 他并不是一条不单 也就像是一个情形 然后感觉就是 民主的业细 也能够更加的了解 土地和那个经济 感觉上是一个 不算 有很有大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 我这里就是一些 认为之乐的会 越来越就更 越来越激进 更高级的 我这样理解没有问题 对 但是我们要把 那个越来越高的乐 的理解 应该要做 这样的一个解释 我们不要以为说 随着我们的缠纳的进步 然后我们体会到 越来越高的乐 他一定是要符合你 世俗标准上面 哇 他那边越来越强烈 你如果你有这样的 这个预设 那个态度上 难免会落入一种强求 他落入一种期盼 然后他会跟那个缠纳的那种 无求无贪 少欲知足的 那个精神会抵触 如果你一边在修缠纳 你一边在 我怎么一直都 没有办法制造出 更大的喜或乐 我怎么我所体验到喜 可能不符合什么什么的标准 你会反而会破坏了 那个缠纳他原本的精神 那个缠纳精神 你反而是说 你如果你不要 屈于小节 你不要说去 在意那些 比较微不足道 相对微不足道的 身心上面的症状 而是把 最大的关注 把你的着力点放在 你的整体的趋向 你会越来越放下 你的整体的趋向 你会越来越懂得辨识 什么叫做贪 能跟他保持距离 能不被他推逼 然后能够让你的心 是干干净 不受到一点的动摇 他这个干干净 你可以多方面 你光是能够做到 对未来没有气球 光是做到这一点 你不要说只是 这个道德我听得懂 然后我在练习 可是你很认真的这样子做 我对于未来 是没有气球的 我对于未来 是没有着急的 是没有焦虑的 你很认真的这样子做 也就是说 我的建议是 你应该把重心 放在更大程度的 投注在 思念住 他做的清不清净 他做的 是不是干净利落 然后 这里面呢 你让那个喜乐 他 最重要的主旋律 他自然而然就会出来 至于那个小的部分 他要怎么样 扩大他 要怎么样在 遍及全身 我要怎么样 让身体不同的细胞 更大程度的沉浸在 这种幸福的 人生有目标的氛围里面 或是身体 他是宽阔的 因为心境的辽阔 我心内心没有纠结 所以我身体是 感觉是舒态的 你在围一条之前 你先去留意大的议题 然后那个态度 你的心态是不执着 没有得失心 好 着眼点一直放在 重要的议题上面 那小的小地方 可以玩的地方 你也可以玩 不要太在乎 不要是得失心的 心态去跟他玩 然后你反而很容易 能够开创出一种 自然的缠纳的人格性 你有了 你有了这种缠纳的人格性 你只还需要一个条件 你就可以安住在缠纳里面 那个条件就是悠闲无事 好 你若你没有那个条件 你没有那个悠闲无事的条件 假如是说 你很忙 你有很多责任 你要工作 你有很多家事 但是只要你有缠纳的人格性 你就算没有那些具体的 明显的身心上面的 所谓的缠纳的症状 你基本上 你也是感觉到幸福的 你修行上是踏实的 你还是会进步的 好的 OK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然后我是感觉 就直接去瓦解它 是比较有效审理的动作 我感觉上贪和自我感是同时出现的 我现在就常用那个 非我的角度去扩除贪 然后回到觉知 是 但是那个贪对我而言 最容易限制的就是那种 明智的感觉 然后我又根据老师 开始的那个瘦的辨知 去对瘦去练习那个不赢不拒 对 然后对对乐瘦的那个不赢 我感觉背后的滋味是自由 清晰 对 然后乐瘦不会往亢奋的方向继续发展 会有一种清凉感和远近感 对 然后对苦瘦不拒呢 最后的滋味是勇敢和承担 然后身体会有柔软下来 然后苦瘦也会柔软下来 然后我感觉就是 面试这个不赢不拒 就是好像他能够结 更加善巧的附罗 对 对 这样的形容是很好的 小强 这样形容是很好 那个 你刚形容说 你遇到乐瘦的时候 你 你不赢 你没有去欢迎他 然后他的感觉是 你反而是清凉 这就是有缠纳的气氛在里面 缠纳他是怎么样 他是一个在你不执着 可是你却不会失落感 一般的人他是他容易不执着 他就什么 他开始空乏 他就匮乏 他就无聊 他就觉得我被剥夺了 我在否定 我在压制我的欲望 那感觉是难受的 一般的人听到佛法是离遇迟到 他就跑得远远的 他为什么要去修佛 干嘛那么辛苦 因为他们所理解的离遇 他立刻联想到就是苦心 他立刻联想到就是压制 就是禁遇主义 他不知道说 有一种方式是 你超越贪 他得到的结果是 譬如说更丰足 或者更轻松 他是一种乐瘦的 所以你要形容这个部分 他就已经是有 我不是在讲说你正得什么残 我是说你已经有那个残纳的那种 氛围出现 你就是刻意去培养这种 然后你刚形容面对苦受的那样的心态 那也是很好的 那都是可以正确的培养心态 当然这些心态 他会随着你越来越趋向无作 他又会在质变的 你不会一直都是 譬如说以勇敢的姿态 来面对苦受的 但是在目前你说以勇敢 你承担这种欺心之所 来面对苦 那是好的 对 然后老师我就感觉 这个负义俱参 这个是可不可以通过负义俱参 然后再去 决志无作 五月五下 是可以的 可以的 尤其你早一点的时候 你特别讲到说贪跟自我感的关系 我们要怎么样把不赢不惧 提升到他不是只是一种世间的舍受 而是他是导向出世间的 你刚讲这个角度就很好 就是 你看到 所谓的自我感 他其实是一种凝聚 产生的挣扎 你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自我 什么叫自我感 自我感就是 你对于苦乐 凝聚 这种挣扎的动作 他就产生出来的那个幻觉 那个挣扎的那个动作本身 被你叫做自我 其实那是很荒谬的 你居然把那个挣扎的过程当作是自我 那你怎么可能会有安乐呢 把自我感 看作是对苦乐的挣扎的动作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是不是这个离谈 和铁谈就已经在修 训练柱了 特别是 深授心的最后一切 然后法院念柱的话 可能是全部在讲这个 然后 法院的主题 是不是基本上围绕 就是淋浴谈 念浴谈 那个念 四念柱要怎么分类 这部派里面是有争论 然后很详尽的解说方法 就是透过十六圣行的角度来解说 你也可以不需要那么样细密的方式来解说四念柱 四念柱你可以把它 会归 它就有一个就是法念柱 最古老的念柱就是 意念佛法 我当前要怎么修行 你当前的修行就是 针对着一个佛法 关注的重要的主题 观察它 改变它 超越它 那都是念柱的 所以你若你是 譬如说你关心的贪 关心的自我感 关心的要怎么样断除它 那就是一种念柱 那至于要什么归类 我们可以用很学术的角度来跟你讲 怎么样归类 但以修行的角度来讲 就不是那么重要 好 那我就 那是没有问题吧 OK 好 我们先让平时比较没有机会发表的人 优先发表 老师您好 你好 老师 我是给您报告一下 好 就是在几个月来了 我是听课 然后知道这个立足点 健康的自我 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就是 这立足点的改变 会导致这个环脑的减少 再然后呢 前几天还在沾沾自喜 也就觉得世界好 就是因为立足点改变 就比较轻易的经历无形无事的缠了身间 就静默的喜乐 静默的深境 然后后来又遇到一些事情 被生活中的人实意接触 好 内在又去些那个愤乱困惑不安 好像又打回原型 打回原型的时候 我就就和以前一样就就开始不断提问 什么时候的 然后我现在的问题是想问一下 如果那场那状况 被生活中的人是接触 又打回原型之后 那那我现在好 因为我现在是觉得那个立足点改变之后呢 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吧 这种混乱 内在困惑 不安 焦虑不安 看着是我的 就是认同感 就 就减弱 但是这种现象还是出现 我知道他是有什么因缘 纵成的 他不是说 这个混乱 困惑不安 是我的一部分 我的表现 是我这个人 就是我知道 他其实少参与 少认同 他这个是 是这个 是这个方向 那那我 我就是说 那我怎样 我明白了之后 我怎样维持 缠纳的人格性 OK 首先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先回答 基本上呢 你如果你是要按照正规的修行的方法 你一定是要去服从佛法里面 对于你生活的一些基本的规范 你一定要去符合生活里面 一些基本的规范 如果你没有 去遵守 去遵守生活上面 这些基本的规范 你很容易会 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 然后呢 你在那种棘手的问题 交尖之下 你人如果没有最基本的安全感 你没有一个基本的 相对稳定的修行的身形环境的话 你很难能够做出文件的进步的 这就好像说 想要戒毒的人 他可以说 好 我不要去戒毒度假村 我就是在家里面 我自己进去 可是他平常 他之所以他会吸毒 他之所以会有 吸毒这个惯性 是因为他本来 他周遭就有那些毒友 那些会 给他的吸毒 合理化的人 跟他一起吸毒 跟他一起 你光是看到这些人 听他们讲话 你就连接到那吸毒的快感 所以你在那样的那环境当中 你特别难以自拔的 所以那个佛法里面 他所教的一些处事的 基本的规范 一些智慧 你的交友上面 你的那个选择自己的社交上面 你有没有很小心 你跟人家交谈的内容 你能不能够尽量的 把世俗的那些是非 那种交谈内容 降到很低 甚至没有 甚至完全避免掉 我这意思并不是说 你一直讲佛法的话 你生活里面 一定有一些必须要讲的 是不是 你可能要讲说 请你帮我去市场买酱油 这时候你可能 你是非讲不可的 是不是 然后有一些 那个 跟其他的人的 那个互动的模式 如果是贪嗔痴 具足 他是没有办法教化的人 你要懂得跟他保持距离 你如果你一直一直 过着一个 没有符合 这种环境上面规范的 这样的这个生活 的的话 你会一直被打回原型 你被打回原型 那会怎么样 你会一直没有机会 去深入的 去净化掉你的毒瘾 你没有那个机会 所以你每一次 你那个烧开水 你烧烧烧 那个水都没有沸腾 你就停了 水都没有沸腾 你就停了 你这样间歇性的 不断的烧水 你没有一次真的 能够把水烧开 你要能够在一个 相对单纯的 精纯的身心环境里面 密集的用过 那样突破 才会容易的 当然了 如果是 你没有那个 戒毒度家存的条件 那你在 待人处置上面 也还是有一些 规范 有一些守折 你几乎是 非遵守不可的 因为我们人类 是一个 它是一个群体的动物 它受到环境 影响 自身 是的 是的 工作环境是可以调整的 比如说工作的话呢 我就辞掉那些 周围的噪音的 什么什么的环境 那目前说 这家庭的话呢 就家里只有两个人 然后 然后我每每 好像感觉到 有点进进 有进步的时候呢 经常就会被 另外一个人打扰 因为那个人 他 类似于看视频 看什么时候的 然后 还会有一些 就是好像呼吸生活 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 是好像干扰很大的 我自己每次 就觉得那个 就会苦 苦好几天 但是又被迫 觉得这些 在这种 夫妻的相处之道上面 然后 世间的心理学 给我们提供很多 很有用的建议的 譬如说 你可以去检验 你自己跟先生的关系 他是不是有一种 codependency 有一种 这种相互依赖 的这种人格惯性 然后使得说 你不懂得 清楚的表达 你的个人的界限 你的那个 基本的要求 是什么 等等 这些都是 值得去探索的问题 你可以透过一些 网络 这方面的那个资料 去知道说 那个夫妻之间的互动 里面 起码是在正常 你想要维持的婚姻 你不想维持婚姻 那是另当别论 可是你问 这是你想要维持 婚姻的话 要怎么样的能够 保护你自己个人的时间 保护你修行的时间 他所进行的娱乐 怎么样能够不要干扰到你 这些都是世间的尝试 你都应该要留意 这不是简单的说 一直飞我下去 那些问题就能够解决 嗯 我 好 谢谢 然后以后你如果有更具体一点的问题 你愿意讲得更细腻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再针对这方面再谈 好吗 好的 好 谢谢你 OK 朱老师好 你好 我就是在之前的一些比较痛苦的状态 后来这段时间 一方面现实生活中 就是我就去 有一次去画画 然后写一些童话小故事 这就是有一种宣泄和疗愈的作用吧 用弗洛伊德的画这个叫升华 同时禅修方面就是 我后来又在有那些 首先是因为现实的这些活动 让我的心理状况能够相对稳定一些 然后就可以禅修一点吧 禅修方面 我又有那些痛 很多念头 痛苦念头的时候 后来我就突然想到说 这些都是欲界的东西 欲界就是这样 爱恨你情仇推啊 那么我就来练习禅定吧 那个练习非欲界的 就是说色界禅 让我来体会感受禅定的快乐 我的做法就只是 其实就只是心里面去思维 脱离欲界 思维禅定 我想的就是跟我前面说的一样 就是说那禅定就是没有这些 爱恨情仇 是一种更加彻底深度的休息 我就是这样一种思维 或者说寻吧 就引导心 然后就确实也得到了更多的平静和休息 是的 然后你可以在很多时候 不要把那个禅定 想象的是一个很正式的东西 我们一般想到禅定了 所以我一定正经为座 我一定是要 知识要摆成什么样子 我一定要按照一个什么正式的程序 很多时候不是 很多时候 你光是能够以一种很自然 很随和的态度 想说我要来享受宁静 我要脱离开那种竞争的状态 我要脱离开心机的状态 我要脱离开焦虑的状态 我要更能够享受到那种 没有被贪推逼 内在没有复杂的欲望的轻松感 你光是这样隐约的 把那个方向离出来 靠近色界禅 都有好处的 所以不要以为说 对 就用这样的心情 那种心情甚至有点像度假一样 对 你是偷得福生 半日前 然后在门口的摇椅 坐着 看着夕阳 很多时候心情 它是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对 这样就对了 我也是经常是 睡觉前的时候会这样做 要不止这样子 要经常的高频率的 从而高频率的这样享受 你要把它变成是一种很自然的东西 你不要以为说那是一个 我们都已经是被 这个媒体所洗脑了 所以我们都以为说 打坐一定是要什么姿势 那个佛教的这些观念 那些形象 那都是一些历史的偶然因素 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佛陀那时代的人 我很怀疑 有任何的人会什么单盘双盘 所以放松的 做 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 什么是欲界 什么是色界 然后 脱离开这里一点点 靠近那里一点点 然后享受着那个过程 你已经在练习了 好的 过去我一旦想要休息 我就会 就是惯性的想的就是 现在终于没事做了 我要休息了 然后就是拿起手机来 那个看那些搞笑视频 就哈哈哈哈 就这样 然后 最近这一两天 就 我就是在想要休息的时候 我突然又想 当时会感觉到 就是身心已经 可能当时正 更加的 认识到世间的这种苦和 负累 疲惫吧 所以我当时想的 就是 就是利用色界才来休息 当时就没有 遵循那种惯性 又去哈哈哈哈 那就是 就是 跟老师刚刚说的差不多 其实就那种方式 来得到休息 我倒觉得 这个是新的一种 很好的转变 至少这个时候 它想起了 我们可以 在禅定中休息 是的 那个你 你讲哈哈哈哈 那个部分 然后还 还可以在 里面还有很多 可以精致化的空间 你可以让它是 禅纳的氛围 是更加的浓郁的 更加的凸显出来 它不是只是说 让你要玩耳一笑 让你大笑输压 社界的滋味 还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 输压大笑 总是比其忧愁 还是要好一些的 但是你还可以做的 再更 更凌厉精致一点的 我再举一个 昨天 想一下昨天晚上的一个例子 我当时就 又想起来 那个 就是之前别人 跟别人吵架 攻击我 然后 那个时候就特别难受 就是胸口正中 这一大团 就 特别的虚弱 空虚 是 就像电影里面那种 就是你当胸 中了一拳 或者肚子上被人打了 然后你就会 整个身体后退 对 背就卷起来 对 然后这时候 我一直觉得特别难受 我当时就想 所以那我来 我现在修行 来好好的观察一下 你也跟这种感觉相处吧 对 我就坐下来 你坐下来 刚开始 我还是脑子里有很多念头 就是头脑试图分析 我为什么这么难受呢 我也跟很多人绝交过啊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难受 难道他对我是特别重要 我舍不得 还是说因为我不够自信 所以他的他的对我的批评 击中我了 我站不完脚跟了 其实是 因为你想要这种感觉 赶快消失 所以就在那分析原因 但当时我 我意识到 头脑这样分析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而且是在预设答案嘛 所以我就 放下这些 就更 只是去体会 身体的感受 就胸口这一大团 然后就 就只是这样做吧 然后 并且我又在引导心 就说 这种感觉来了 你来得好啊 欢迎你来 你来到这儿 还有机会观察 对 就不再像以前那样说 赶快把它推开啊 真是苦的要死 对 由衷的把那些 批评你的啊 然后攻击你的啊 甚至是造谣 诽谤你的人啊 由衷的把他们看作 是一个好的主言 那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你在这个地方才知道 你的盲点在哪里 你会看得到 你的内心 也没有起过来 要不然的话 大部分的人 都是在 在这个温室里面 坐花朵 坐太久 你会以为 你没有问题的 然后你遇到 人世间的这种挑战 那太好 那是修行的良机 然后你在这个 这个关卡上面 你如果能够坐到 入入不动的话 你真的是会脱胎换骨的 嗯 我也发现 欢迎这样的机会 欢迎的 对于有这样的机会 心里面真的是由衷的感激 这是我的老师 好的 我也发现 经常是特别苦的时候 我会觉得 太苦了 我赶紧好好禅修吧 反而是 苦不太强烈的时候 你觉得 我就觉得 现在我很好啊 我要去玩啊 去玩 去世间滚啊 平时讲 我讲的那么多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展现功力 如果真的是 非我 这里面是 没有参与者的话 那是 谁在受苦 为什么那个苦会跑出来 这一些问题 都是我们平常懒的去探索 可是你在遇到 别人攻击你的时候 你不得不就要这样子去探索 所以这是好事 对 好的 昨天晚上我坐了一会儿 其实我也有约摸体验到那种 非我 好的 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谢谢老师 好 谢谢你 再一次我们优先让那些平常 比较没有机会发表的人 优先发言 老师你好 你好 就是我在相应部看到这样一篇经 术祖经 他这样说 比丘们我要静坐谈休三个月 除以一人送十万 无论谁都不应该来见我 那你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佛陀他不是已经解脱了吗 他为什么还要继续休息 是的 是的 好的 首先呢 他那个翻译是有问题的 他不是静坐三个月 他是Gianti三个月 就是说他是处于缠纳状态的三个月 所以那个是 佛陀在享受着清幽 然后解脱的人也需要休息啊 然后解脱的人 他的生活的经验上面虽然已经离苦了 可是在受用上面仍然有品质的差异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讲佛陀 他是一个漏镜的阿罗汉 他已经是解脱了 然后假如说他在大热天 你请问一下他会宁愿在树荫下面休息 还是要在艳阳下面休息 他都已经解脱 为什么是对他有差别 因为受用上有差别 同样的一个解脱的人 他如果他一直讲话 他又一直去处理着这个世界 没完没了的 那么根深蒂固 种种盘根错节的无知 那是费神的 那个受用度是低的 所以他会宁可喜欢度假的状态 对解脱者还是会有这样的分别 那种生理上面的苦乐的差异 心理上面他没有苦 生理上面苦乐 他还是有选择性的 好 我就是以为在那个解脱之后 还会有更上的境界 那个解脱之后并不是说 一个人变得像机器人一样 他不是的 他的身体 他这个五蕴 这个系统 他仍然会随顺着因缘 在开展着 所以这个身体他会 我住在这个环境是比较舒服 佛陀为什么他 大部分时间是住在 其数几孤独院 他后来他不是出去游行 四处游行 他年轻的时候 到后来他比较多时间 是住在其数几孤独院 比较舒服 在那个资具的使用的时候 比较方便 那是有人在替他打理东西的 他不用走很远的路去脱波起食 人家已经把食物准备好了 可以是他就近取材的 在极数几孤独院那个地方 据说他的气候是好的 蚊虫是少的 所以为什么佛陀还有这样的 可以说是取向 有这样的一个preference 有这样个人的这种趋向取向 但是这种取向 它是不构成内在的驱破力 它不会造成内在空间压迫 所以产生出辛苦的 好 谢谢老师 我已经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朱老师你好 是这样的就是 我刚刚的话 才接触到您的这个教法 感觉到非常想深入的去学习 但是我看了一下 就是您的材料非常非常多 包括在YouTube上面的 好像有一千多个视频 所以我都太清楚该如何下手 从何处 如果有一千多个的话 我也不知道从何下手 对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 我的建议 我的建议会是 如果你方便了的话 那就把周末的 我们共修的 过去讲的 倒过头来 就是从最近的开始 OK 对 然后如果你听到 感觉到相应的 你可以吓得了手 你可以多留心 多听几次 甚至把它当作是 导引的禅修的方法 就是 你可以这样子理解 很多的人 他们是特别的有心 我对于一些法友们的热忱 是很受感动 他们会把过去讲的东西归类 然后做很细腻的整理 但是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 不需要那么辛苦的 佛法 高明的修行方法是 你要把它简化 你要把它变得简朴 你要把它变成是一个 很贴着你的心 你很感应 你对他很有感情 一个几个简单的步骤 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感 就是要找到这种 和自己的心的话 特别的相应的 然后特别能够让心的话 感觉到很舒服的 这样的教法 有的时候 如果是不舒服 但是它长远可以带来舒服 那你可以判断 那样的不舒服是可以忍耐的 可是有一些不舒服 你可以知道说 这是不相应的 这种不舒服再熬下去 它是没有利益的 那你可以先把它搁置的 那不要把这个东西 想的是很复杂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 比如说 我这个人太啰嗦了 所以千篇一律的 一直在重复 你可以这样理解 用这样的角度理解 你就不会觉得说是 哇 好复杂的东西 不知道往哪里享受 明白明白 OK 那然后的话 我还想接着再问一个问题 因为才刚刚接触到 您的这个教法 然后我实际上是比较笨的 我是从2016年开始 就是您有一个基础练 练习那里开始 对 应该是禅修这一块的 然后的话呢 我就听了之后 听了几次之后 感觉好像您觉得 我觉得好像您还是希望 我们初学这个禅修的人的话 一开始的时候 是要有一种投入的 然后比较有热情的 比较认真的这样的态度的话 去调整自己的这个身心的 但是我呢 是最近的话呢 我就是也是有感于 有一次的话 听您的这个禅修引导说 是要度假的这个心情 就是仿佛好像自己的心里 并没有特别强烈的 一定要把我的心调到 什么样的状态 这样的心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心念的时候 我反倒觉得 我的心实际上 是有一种很轻松的 然后很轻 就是一种心 心头无视的那种感觉 我反倒觉得 好像整个身心的这个状态 会更加的舒服一些 我们这样子讲哦 嗯 你热忱的 认真的 去做心头无视 你热忱的 热衷的 像谈恋爱一样的 去享受着度假 你这样了解吗 我不太了解 或者我不太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嗯 你让你的身体 是放松 不要拘于行事 嗯 然后让你的内在呢 是高度清醒 可是这个高度清醒 它没有紧绷 你不是睁大着眼睛 你不是皱着眉头 你不是让你内在疲劳 你是意义感清楚 你知道说 这个重要 你很欢喜做 嗯 然后这个过程里面 你一直在调着 你一直在观察 你身心状况 在调着 所以呢 你在进步中 可是你没有强迫 这里面没有推逼 这里面没有压迫 这里面没有压制 嗯 嗯 那我的 还是说 您是说 在我的整个心态上的话 我是要保持热忱 可是我在实际的 在 在操作的层面 我是要尽量的 要放松 是这个意思吗 心态的那个 保持热忱 这一点很重要 但是你可以看一看说 你身心上 有没有出现过 有不及 像有时候 我们很热忱 你可能那个 皱眉头皱很厉害 对 斗鸡眼 斗得很厉害 对 好 你最棒的 学习的方式 是你乐于 做这个 哦 没有压力 我明白 你乐于 做这个 你 你如果你 很喜欢一个 是我们假设说 你很喜欢 原意 好了 嗯 你是乐于其中的 但是你这个理念 没有强求 没有说 嗯 我要是没有成为 第一名的原意的话 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嗯 用这样的心情 然后抛弃掉 在你还愿意实验 我们所讲的东西的 这个期限里面 这个时间里面 嗯 所以理想的状况 是能够 放下万元 专心的 学一样东西 我的意思就是说 嗯 很多的人会以为 嗯 我们要人家 盲目的 好像说追随一个团体 追随一个人 嗯 是这样的意思 嗯 而是说 一个善友 他跟你互动 他有他既定的风格 嗯 你若你要 能够把利益最大化 你应该在跟他互动 这个期间里面 你是放下万元 好比说 先不要去读 其他的杂书 嗯 不要去看其他的人 你讲的 嗯 而是专心 一心一意的去实验 这个善友 他跟你分享的东西 嗯 然后你可以在任何时候 你说这个不适合我 嗯 然后离开了 那接下来就没有义务了 对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嗯 嗯 嗯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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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朱老师 谢谢 朱老师好 你好 朱老师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 这个篇盘的自我感 跟我前段时间的一个实验 有点关系 所以我先介绍一下前段时间的我的那个一个实修啊 嗯 就是那个三四周前我不是分享过吗 就是我在修飞翔飞翔的时候 我发现后面有一个清晰的我很舒服啊 贴上去好舒服 嗯 然后修了几座之后呢 我当时我就有点焦虑 后面呢 我就反正我是解决了焦虑这个问题 但是呢 我在进座中我就关不到了 就很迷糊 嗯 然后过了一两个星期之后呢 我又关到一次后面有一个清晰的我 我挺高兴 但是我是以为是不死之心 我还是常生活 我还念住于这个我 然后呢 后面我又感觉有一丝焦虑 我就觉得可能跟我念住于这个我有关系 好 首先啊 那个那个焦不焦虑 还是次要你 最重要问题是在于说 嗯 如果有一个我是可以被你贴上去的 那么那个去贴近他的那是谁 你如果说 对对 有一个我 对我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 你要去贴近他 那你不是有两个我 对对对 主要是我 对 就是 所以 是好 没关系 你先说瑞 嗯 是这样子 当时我就试了一下 我就试验了一下 我就发现我贴那个我嘛 他是往回收的 他是有点紧 哎 我就发现这是紧啊 这 那个我是五蕴啊 我反正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我就当 我就走单方向 就是我就一直是一个方向 就是还是放下 放下 所以我后面都是 最近我做的都是一直在关这个动作 把动作放下 他就是一直是一个一个一个方向不回关 但是刚才我听老师讲那个笔盘的字 我感觉觉得我不知道我做错没有 应该是没问题的是吧 那那都是一个过程 然后就是说一个过渡期后 你有可能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是觉得说 呃 你的七星之所 是一个离你越来越近的 所以禅修的人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心开始越来越不需要依赖 外在复杂的条件 而是去依靠一个内在贴近他的东西 然后你过了这个过渡期 随着这个七觉知的更加的成熟 那个你贴的那个东西 那已经不是一个物件 那是一个那是完整的心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超越呢 他的这个里面的关键呢 在贪的断除 你的贪若断除的话 你的心不会再去寻觅境界 你的心会知道说只有心 我们的心 他因为贪的关系 所以他不断的在 一方面要巩固一个自我 另外一方面要架构起一个境界来 然后这就是中间在讲说 啊我们两个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贪的止息的话 你会发现心就是心 他里面是没有我 没有境界 然后那里面就是全然的修行 你是完整的 没有做什么的问题 那就是用止息 然后你甚至你都不能讲 那个是一个什么状态 因为一般的人他要定义 要去指说这是什么 其实他里面已经是 有一个自我认同 在里面了 讲到这个部分都是不好讲的东西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说只要你 维持着政见 继续的念住 继续的这样子探索 那就对了 你会一直进步的 你会一直一直把那个 看不透的地方会是脱落掉 那个还还没有丢掉 还没有丢干净的东西 他会丢掉 对就是如果以后我在经济中 再发现有的 我就不管他 我还是往前放下 你不要把 你不要那么那么用力的说 我要 我要 怎么样的境界才是对的 不用 你只需要很单纯的念住 譬如说你刚形容的 我怎么放下 然后这放下 你不要求急 不要求快 你不要想说 我要赶快这一刻 我要把它丢到最干净 我才能够进入到哪一个病 才能进入到非常怎么样 这个都丢掉 不要这样子 朴实的 随顺着音乐 你耐心的 不要眼瞄助长 不要眼瞄助长 就尊重 这个过程 它本身是很美丽的 很好 这个过程里面 你已经是解脱 你已经是相似解脱 你已经在模拟 解脱者的心境 你为什么那么急 因为你还没有 模拟解脱者心境 所以你 你这过程是不舒服的 你才积极的要跨越 如果你当前 你真的 你是已经贴近了 那个解脱者的话 那个智慧是很棒 你没有急着要去哪里的 明白了老师 好的 谢谢我们 OK 谢谢你 朱老师你好 你好 我有一个小的分享和问题 是 最近其实我很少有在 没有像每一天 规律的在打坐 但是我有去 体会您之前说的那种 给我的建议去过 产修的生活 我会有觉知 然后我会试图会在脑 脑子 头脑中做一个 像一个公式 去找一个公式 比如说当我在拖地 然后 这种 情绪升起 然后我就会 就会往回退 就去看 用 就是回到觉知 然后就发现 就是谁在升起 然后发现 其实 它就是一个情绪 然后回到 回到觉知 就是 所以我就总是会 就是之前也是会 自己构建 一种像公式一样 先是看是 回到觉知 然后再去看自己 喜不喜欢 就是这样自己 check in 所以 不知道这个事 是OK的吗 我们不要说 等到有了状况之后 你才说 这个情绪是不是我的 而是平常的时候 平常的时候 你要绵绵蜜蜜的 不管其心动念 不管是 眼前有影像 有触感 有反应 你都不断的 在断除掉 认同感 都这个 这个非我 这个不是我 我不是这个 我不是这个 不要等到 已经发生了 譬如说 我刚刚在发脾气了 遇到事情了 我心里有起伏了 我再来反观 那个起伏的 里面有没有参与者 日常生活中 保持高度清醒的 一直 围绕着 一个主体 这个不是我 这个不是我 所有的那个境界 产生出来 你通通都让他不沾身 你都让他彻底的 穿透 或者彻底的 磨灭 然后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没有跟他拉 没有跟他扯 没有把他扛起来 态度上面清清楚楚的 这个不是我 看得清清楚楚的 然后有一种 甚至一种坚强的信念 这样子一直看着他 再一次的 不是等到你 觉得你有了烦恼起来 你才去做对峙 你要在日常生活中 平常的生性的状况之中 你要绵密的这样的做 你这样才会 进步才会稳定的 好的那这种是不是就是需要 用就是通过打坐这种 的积累来才能够这么敏感 这么这么能够敏感的 我们一般的人 然后他讲打坐 他联想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 他一讲到打坐 他联想到就是 他在闭关中心里面 很辛苦的在煎熬 这个 那有的人他的打坐 他联想到是不一样 我们姑且这样子讲 理想状况是 你是独处的 你是闲暇无事 也就是你眼前 你不需要分心 你如果你是说像 做家事啊 做原意啊 这种不需要花脑的东西 它是相对比较容易进行 可是如果是要你操心 必须要去用脑的 那就相对是不容易 同时进行 所以理想是 没有事情 独处 的时候 你能够 放怀的 放怀的去做 这个放怀很重要 他不只是让你说 心无旁骛的 去关注这个主题 而且 他也让你能够 更加全方位去享受 你在远离过程里面 会产生出来的好处 你必须要知道如何的 放怀的去享受 禅乐 那个禅纳的生活 才会稳定 那个禅纳状况 才会稳定 你如果你平常 你是在那种分心的状况 你有体会到一点发喜 体验到一点禅纳 他就是浮光掠影 他就是飘忽而过的 可是如果你是没有事情 然后你由衷的去知道 这真好 这真是尊贵 这真是难得 这真是无害 你看你要用什么样的角度 去懂得欣赏 然后浸泡于其中 那这个是使得你的禅纳 变得稳固 让你很熟悉它 几乎是必要手段 明白 好的 主老师 然后我 意识到就是 残旧以来 对我性格和这个的一个影响 就昨天我在 做梦的时候 我在梦中就是很愤怒 然后又大喊大叫 然后突然梦中我一下 就是那个平时 洞察的觉知的那个 念头又跑出来 然后我 然后我就是意识到 我好像问到自己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在现实生活中 会这样愤怒吗 就是 就是好像在梦中也有觉知了 对 我为什么说真好的原因 因为大喉大叫 那是一个很强烈的情绪 在强烈的情绪中 人是很不容易自觉 你如果在强烈的情绪当中 你都还能够 忽然之间冒出来一个 修行的动机 包括像觉知 那都是好的好的现象 一般的人 他在大喉大叫的状况当中 他是全然被淹没的 是的 就是昨天晚上刚刚发生的 所以我就 那就是在process这个事情 对 这种在梦境里面的这种转折 然后他往往就是显 他是一个很清楚 会显现出一个人 他禅修他的进度的地方 谢谢你的分享 奥涵 谢谢你 OK 好 那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就到此为止 希望所有的与会者 祝福平安 我们下回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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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